随着武汉肺炎疫情趋缓 全台防疫旅游彩线团也正式启动 国际知名地标台北101随即从28号起 推出全新的高空轻旅行 从5楼任市台湾专区 到89楼室内观景台 91楼户外观景台 88楼Bar88及Skyline 460 就是希望助攻防疫旅游迈向最高点 101观光旅游事业处营运长黄琼轩表示 以往到89楼观景台 成人要价新台币600元 6到12岁儿童也要9折价 但是为了让国民旅游嗨到最高点 即日起到9月底 不分国人移工及留学生 只要持有身份证居留证或工作证 只需四分之一票价 而且还有一大两小不加价的超值优惠 结合许多打卡新亮点 堪称错过不再有的美丽机遇 就是每个人只要150 然后他可以想就是 就是上观景台的一个优惠以外 以及就是他还有带 两个12岁以下的孩童免费 另外我们在前600名 还可以郑重就是手摇引的部分给民众 那我们在89楼我们要增添的一些新亮点 是以往没有的 比方说是许燕墙的部分 以及花墙的一些打卡新景点 此外101还首度推出线上约约 让民众不用再空等待 同时首度推出持悠游卡逼过关 取代排队购票 65岁以上银法族也可另想快速通关 若是家族出游 全家都可陪同长者快速通关 不仅如此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3点 还有免费的定时定点导览 更针对小朋友设计了专属学习灯 带领小朋友从101大楼认识台北 也认识这个全球唯一具有东方色彩的摩天大楼 还有37秒即可从5楼上到89楼的快速电梯 89楼四周也设计了24个北北基知名景点的小知识 就是要让民众从高空看见不一样的台北 专国电台记者郑祥云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导